苏-33战斗机 苏-27K首批苏-33在1993年交付军队组建了俄罗斯海军第一支先进的舰载机作战部队使俄罗斯有了可以和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力量 苏-33在苏-27的基础上研制它继承了苏-27的气动布局保持了优良的作诈性能实现了这件要求的飞行特性 苏-33的机身结构与苏-27差不多都是由前后机身和中央翼组成的 苏-33加强了机身的主要成立结构和前且落架的结构强度并且改用了双前轮增加了主翼的面积 除此之外苏-33还新增了前翼设计并提高了飞机的抚养操纵性能 通过增加的前翼形成可控涡流 把胜利系数在苏-27的基础上又增加了0.2左右 这意味着提高了其在短距离起降的能力 而垂直安定面高度也比苏-27略有增加 提高了其在侧风条件下的起降能力 苏-33的折叠机构减少了所占空间 相对增加了航空母舰的飞机容量 苏-33使用的雷达是N001雷达的改进型 提高了对水面目标的探测能力 但是苏-33所能携带武器的重量不是很高 大概只相当于8枚空对空导弹的重量 中远程作战能力也不如西方新型舰载机 在对海攻击武器上 3M-80超音速导弹有很强的突破防线能力和抗干扰的能力 最大射程可以达到250公里 此外,还有各种火箭弹和炸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